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卡 Bong 欢乐卡卡 Bong 你好 我是高点姐姐 高山的高 N点的点 今天是个快乐的星期一 也是我们要一起开心听故事的时间 每一个星期 高点姐姐都为你预备了不同的 欢乐夏令营的主题 我们在上个星期 小朋友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学习到了 圆异 我们一起成为小小绿手指 一起来制作非常可爱的 可以美化家里环境的绿盆栽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星期 所要进行的主题是跟什么有关的呢 高点姐姐想要跟你分享的是 关于生命教育这个主题 小朋友你有没有听说过 生命教育这四个字呢 生命就是一个人有生命 它是活着的生命 那么教育呢 就是我们所受的学校教育的教育 听起来很有趣哦 生命跟教育怎么放在一起 而生命教育它又是一种怎样的教育呢 那么基本上高点姐在这里可以先简单的跟小朋友来分享 其实生命教育就是用生命来当作教材 用生命来实行教育这个部分 那么生命教育最主要是想要让小朋友来认识生命的价值跟生命的意义 那么通常在生命教育这个环节里头呢 我们都会把它分成是三个单元 第一个是我们要来认识自己跟他人 就是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生命教育呢 它也包含着我们怎么样跟别人和谐共处 我们怎么样跟别人好好地沟通 我们怎么学会尊重他人 我们怎么学会关心他人 因此生命教育有一个单元呢 是讲到自己跟他人的关系 那么另外我们也要讲到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哦 你跟自己要培养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小朋友在这里高点姐就可以来问问你哦 小朋友你是否很正确地认识你自己呢 包括你知道你自己的外表 你身高是几公分 你体重是几公斤 你的眼睛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 你的嘴唇是厚的还是薄的 这些外在的外表的部分我们都很清楚 但是小朋友你很正确地认识你的内心 你的性格以及你的品格是怎么样的呢 小朋友在生命教育里头有一个部分 就是要好好地认识自己 然后呢要学会接纳自己 要懂得欣赏自己 还有要尊重自己 小朋友尊重他人可以学习尊重自己 同样地尊重自己 也可以来帮助我们懂得尊重别人是怎么一回事 再来就是我们很喜欢很喜欢自己之后 我们就要学会来发挥我们自己的潜能 我们要善用天父所给我们的恩赐 把我们所会的要发挥到极点 那我们不会的呢 我们就要很努力的很谦卑的来培养来学习 这是你跟你自己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 生命教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讲到人就是你 以及环境之间的关系 比方说我们学会了尊重自己 学会了尊重他人 我们还要去学会尊重其他的生命 包括动物 包括植物 包括所有天父所创造的一切生物 这些都是生命 我们都要尊重他们 再来也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关心的 爱护地球 爱护环境 小朋友尊重生命呢 也包括我们来认识环境 小朋友 有没有人带着你好好的来认识 天父所创造的这个美丽的自然环境呢 小朋友 我们的环境 它也是有生命的 它也是有天父的生命力的 因此我们的环境 也会为我们带来非常有价值的生命教育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也要来关心社会 关心在这个地球上 这个世界上 这个地球村里头 所居住的其他人民 其他的百姓 然后包括 我们要有身为地球村村民的使命 我们要来保护地球上 其他有需要的人 我们要来关心贫穷的人 我们要来关心我们的环境 这些不只是在圣经上有提到的 现在它已经变成是一门 越来越热门 大家越来越熟知的学问了 这一门学问就叫做是生命教育 因此小朋友 就让我们运用这个暑假 我们越来越关心这个世界 我们越来越关心这个自然环境 越来越关心这个地球上的人民 我们越来越懂得 天赋要我们承担 那个爱人如己的使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 好不好呢 那么在这个星期里 高点姐姐会为你带来的 欢乐夏令营单元 要为你带来的主题 就是生命教育 不过讲到生命教育呢 小朋友第一时间 会先想到的生命教育 可能是在学校当中 有接触到的生命教育的部分 都是跟养小动物有关的 我们之前呢 也曾经遇过这样子的主题 对不对 像我们讲很可爱的故事啊 讲小狗兰兰 还有讲到啊 我们在养小动物的时候 诶 我们要注意什么样子的事情 小朋友 我们在养宠物之前 我们就要先学会培养责任感 我们就要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 然后我们才有办法来养宠物 我们养了小动物 养了宠物之后 我们不只要对它有爱心 我们还要照顾它 对它负责任 而这中间呢 也跟生命教育 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哦 比方说 我们接触这些小动物 它就跟我们来培养 我们跟环境的关系 诶 就有关系哦 同时呢 我们在养小动物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要跟我们自己 常常的相处 对话 我们自己要鞭策自己更加的努力 这也是讲到你跟你自己的关系 那么同样的 在养小动物这件事情上 你也要学会尊重你的爸爸妈妈 学会跟爸爸妈妈来和谐的相处 学会跟爸爸妈妈有好的沟通 因此呢 养小动物这件事情 也跟你跟他人之间的关系 有相关联 因此小朋友 养宠物 养小动物这件事情啊 最容易被学校的课程 或者是机关单位的生命教育课程 拿来做一个最明显 或者是最实际的例子 不过讲到关于养小动物这件事情 小朋友们可能哦 还是不觉得我养小动物 跟生命教育有什么关联 不如这样吧 高点姐今天还是先跟你讲一个 关于养东西的故事 然后我们再从这个故事里头 慢慢的来看一看 生命教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不好呢 因此高点姐姐现在邀请你来收听完整的欢乐卡卡碰 请你点选收听节目 点选欢乐卡卡碰 欢迎你来到完整的节目里 高点姐姐要说好听的故事 我可以养他吗 给你听咯 我跟你完整的节目里见 See you 拜拜